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了,玩具TV今天是借了一個地方拍攝 讓Brian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心水評測 玩具堂心水評測,Brian和你介紹這次的 猜到猜到有幾範 不是太多 我看到一點 沒錯,就是這架二戰時期德軍其中的瘋狂的研究 或者一些很先進的研究 以及大膽設定的武器 當然這架不是他們最大那一架 但也是超大超大的 基本上,撿起人仔 這些你會看到差不多是幾架 兩三架King Tiger體積的一個 龐然大物,但依然是用鋰帶 最難得的就是鋰帶動的 這麼大,這麼重 結構上鋰帶運行到 跟大家慢慢拍 就是這架Kobe近期出的 德國二戰的鋰帶 巨型迫擊炮 或者叫做榴彈炮的戰車 因為它都是鋰帶,不是用路軌 還有電影機器動的會 voulez 這個像是60cm CarlJerätz ,040 應該就是榴彈炮 因為他們來了是大片 通常有些中程或中遠程的助攻 將敵人的前線炸到七彩亂七八糟 然後地面部隊攻入 通常都是奏效的 由拿破仁時代流彈炮已經有流行 是一個萬事萬寧的方法 為甚麼呢? 就算以步兵甚至後期有裝甲部隊 這些重型的流彈炮 都對地面部隊、步兵、車輛 製造很大的傷亡和困擾 令部隊一時間下跌 軍事通常都要逃跑 因為炮彈的設計很大 通常都會製造很大的傷亡 建築物倒嵙、平地有大窟窿 令大家很恐慌地撤退 然後地面部隊順勢佔領了要塞基地 所以在這個年代 因為在早期1943年之前 德國也是以攻勢的戰略 去侵佔整個歐洲地盤 甚至想打英國 所以他們大部份的武器 都是攻擊性的 如果我理解 60cm靠 這些其實是攻擊性的武器 一來它可以流動 二來它是以一個榴彈炮 巨型的炮彈 震懾對方 因為準成度就不高了 所以這些應該是攻擊型武器 防水武器應該進成度比較高 好 那我看看這一架 嘩厲害了 怎麼厲害呢 首先要感謝我的好底底 幫我砌 這架是有2530 但其實也有1500塊 三個人 一隻狗 所以如果要砌 實在要不少時間 但它也用一個驚人速度砌好了 正確的時間 就不要記得 好像六小時左右 好似說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令到大家誤解了 不過應該也沒有錯 六小時砌 其實肯定是一個 大型的積木 材料 六小時就算快 肯定 我想我就應該不行了 所以我找它請槍砌 也是非常合理的 其實它是有一個小牌 就是有一個小牌 就是有一個小牌 這些小意思 但是可以 沒有說教育意義 起碼你砌完就知道 我們是甚麼才行 還有呢 積木的好處就是 萬一小朋友 或者你的愛人 你的朋友 不小心弄到 都不會有致命性的打擊 如果無形 致命性打擊 都挺致命的 挺慘的 積木隨時砌得回 好了 先介紹一下公仔 好 這隻狗狗 這隻理論上 應該是德國那些 德國牧羊犬 德國那些 德國狼狗 但是整隻黑色 為甚麼呢 如果據我理解 他們說過 Stamp Print 他有時候解釋過 因為他們官方有些片 以及官方都有一個代言的經理 Marketing Manager 他又說過 因為Stamp Print要成本 所以他們不是每次都做到很多Stamp Print 如果是一隻狗 如果是一隻狗 你啤色一定是啤色 如果是人手上色 或者是Stamp Print 所以 在基於一個 可以適合低些年齡的小朋友玩之外 另外基於成本方面 所以 他的狗 黑色是很合理的 單色也是很合理的 唯一我看到的 好大意就是眼睛 眼睛 眼睛好像有東西 眼睛有色 眼睛有色 目測是一個很小的移印 以積木的狗 這個尺寸 一件過 是這樣的 如果用積木來組 又不同又大隻 所以沒有投訴 當然可以好些 看看三個小朋友 好 一個獻冰 掛了我們叫狗牌的獻冰 他們的Stamp Print 真的是簡化 通常一塊一個 或者一個面積 就盡量出了所有的設計 你看到這裡 它的正面就印光了 去到這個轉彎位 別的位置都不印 在這裡說一下 如果要印的話 你會發覺是很容易出事 因為每天它動 動也好 動也好 動而已 如果不對花 大家不會吵 但如果不動 不對花 大分一件 有一個很大的學問 在印一會 沒錯 他都解釋過 後面不印 就是一位成本問題 他們一定選擇Stamp Print 為甚麼呢 Stamp Print 就叫做 不輕易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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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小朋友們安全性好些 當然 一般的COB 都是六歲以上 剛剛看完 這一盒就八歲以上 為甚麼呢 千多塊 你八歲都頗辛苦 真的有些 因為 試過和很多不同小朋友 去合作 或者砌 真的發覺 其實他們是集中時間的問題 即是說 他們不能花太多時間不停砌 如果大人都六個小時 你叫一個小朋友集中六個小時 其實基本上是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另外像維修官 Engineer 好 第三個 通常就是軍官 咦 有新件 這一件 雖然不是很精緻的攝錄機 但當歷史圖片裏面 也有持有攝影機 攝影機 不是攝錄機 攝影機是用菲林 但這件很小 我想它不能複雜 你說像不像 當然不是太像 可以再次一點 但再次一點 未必適合我們玩Mini-fake的人的口味 這個人的頭 我經常都會稱讚 表情豐富一點 有鼻樑 其實在製造不同 表情和人物的面相 其實是不錯的 還是和大家慢慢分曉這個 看法 所以我覺得 長期間 Coby這種頭設計 當然 它有難度 令它引起時 複雜了一點 但其實 它的發展性 可以數成高一點 你說 我已經接受到Coby的身形 當然 有很多朋友 喜歡玩傳統領先牌子 四平八穩的樣子 好了 三個分析 沒有問題 正路Coby 說回這個產品的盒 既然拍了盒 就繼續拍一下 哇 很帥的 拍出來用實物圖 一向它們都是用實物圖 多 不會用一些畫畫圖 實物圖 你會看到 基本上它們沒有PS 除了將人仔 鍵回去之外 其實一般它都不會PS 只是一個背景圖 你看到其實1500塊很重 差不多 你會看到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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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塊 你計算到 每塊10克都要 所以 正常的 這就是一個巨型的炮彈 剛剛比例 據聞這些巨型的炮彈 其實是 入炮彈的直徑位 其實可以設定一個人 稍後我會試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 比例上我覺得 我接受是對的 這就是推炮彈的機器 可以的 真的可以推下去 去到這個位置 就頂住了 這樣就推不到了 這麼趕 它這個炮彈可以進去 不過進去這個位置 差不多就頂住了 如果進去之後 狗方的站出來 挺有趣的 玩的來說 挺有趣的 但是我覺得 可能 中間卡死在這裡 是有麻煩的 把車拿起 倒轉才退出來 但是 沒錯 這裡是密封的 頂住的 但是這個位置 我挺讚的 就是這個放在套彈 這裡 這個半隧道 做得很好 哈哈 好了 可動性 我想它不會集中在機關 其實應該在機關 應該多一點 著墨 我就覺得好 但是這個跟Coby 就反映一下 你會覺得那隻產品 更加值 因為本身價錢 不是貴的 零售價大概 九百元港幣 所以應該是很划算的 就是 便宜的錢 但是有 摺障的質量 就是這條鯉帶 它能夠裝到之後 不斷 很自然 走到很順 其實 我告訴你 我玩過一些內地的牌子 很多時候做不到 一來走不動 走到就散了 絕對有 我試過砌那隻戰探 那頭砌那頭散了 那頭散了 根本那些 背景的縮水 控制得很差 膠料可能不好 甚至有些也有問題 有些用大力金剛紙才壓進去 有些 就壓進去 有些就太鬆了 所以 一分錢一分貨 那個分別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在 QC那裏 以及技術工程 即是生產工程那裏 這兩度 第一 它生產工程好 即是玩具膠料 壓力 顏色 質量 都是屬於高水平的 出來之後 其實在啤件裏 因為要熱身 啤件 開頭很多時候 有些我們叫做廢件 開頭是不能用的 我們便會在QC那裏 扔掉 或者計算後 將那部份 一定不要 當然 所以有些公司 如果省皮的話 就把那些件照給客人 又或者不小心地 混在合格的件上 所以這就好看 QC的質量問題 這些就是 小弟 因為做生產 少少的認知理解 當然 我便沒有去過職務廠 去看人怎樣做 怎樣QC法 但這就是用我自己的個案經驗 去估計 你見到 可能某大牌子 都會有些奇怪事發生 例如是缺件 例如是 件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都聽過有 但是 你會發覺 越好牌子 越少這些問題 越差的牌子 越多 這就是純粹成本問題 即是你有沒有放那麼多時間 去學QC的部分 當然 QC不是純粹靠人 肉眼 很多方式可以幫到手 其實磅重也是一個方式 這些我猜 因為我從我自己生產的經驗 是從頭射回來 所以和職務的界別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段估都可能接近 說回車 大家都想看看這些 24 6 10 10 24 6 10 一個負重輪 負重輪 上面那些小的 頂著 這條離帶沒有掉下來 大動輪當然是前後兩個 但是 看看立體的 應該是 還有幾層次 很闊的 那個離帶就是 泰加溫的離帶 當然是大過泰加溫 很多 長很多 那麼 大動輪也是像泰加溫那種 規模 但是整隻大很多 你看到跌那個 是跌個炮彈出來 沒有東西的 所以整隻東西 就是這樣說 我調轉 都不會想的 但告訴你 我真的玩過那些 別說說地方了 某些 不是大牌子的那些 二三線 三四線 已經散了 已經 而且它有很多功能 都做不到 那麼這個 炮塔就很自然 自如上上落落 都跟真的差不多 的角度 好像是這麼多 因為再呢 再可以 就不行 不是說你打動 但是整個 支撐器的系統 做不到 因為射出去的那些 後座力多大 整個車都能震散 如果斜 才能夠擋到 後座力 好 拍一下正面 沒錯 要表現人肉飛彈 其實看真 看真一點 這裡光線不夠 其實它是密碼 也不是一個隧道 不過呢 你要玩這個人肉飛彈 是可以的 甚至可以把它站穩 然後放一個笑容 哈哈 準備發射 沒錯 正好人肉飛彈 買屯鞋 那些 正好 跟實際的尺寸是做得好 這件事就是 Coby一直掌握得好 在比例上 它做得到 叫做 近似 尺碼 外形大小做得到 當然 所有的職務 其實都改變了 我也很少見到 除了上次的 Ap18 或者 譬如 駕車 其實就沒有什麼改變 但不多不少 有些改變 就是那個形態 有些縮了 短了 但是尺寸方面做得好 這個其實有沒有短了 也不像 就是 強闊高 看回 以我看的歷史小圖片 又覺得 又真的挺接近的 但最過癮就是推車 那些聲音 有些少許 那種 很重型的金屬 離帶走的那種震撼 那這些 有些位置可以放人 一個位置 放一個人 上上下下 但那個POW的形是很像的 做特陣 尤其是這鏡頭看回 那些欄又會比實實的實物 略為粗大了一點 那前面你會看到 一堆的工具和樓梯 全部可以拆 不用說 有空才拆來玩 我這裡不拆了 那整隻 我也是挺滿意的 那你說900元 又會比一般正常 駕駛車貴一點 因為 Tiger那些可能幾百 四五百 但是這個 就是一千元 所以可能對某些師兄來說 不如買兩架駕駛車吧 但是這架 絕對大過兩個駕駛車 所以萬職無敵 斷根稱就可以了 還有這架灰色 又講一下故事 這架灰色呢 我自己很滿意 據聞是Coby 他在康駕駛車 都會用這種灰色去處理 說回歷史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何會拿這架灰色呢 為何德軍是灰色的呢 後來終於明白了 不過這次不說了 因為蝙蝠過場 不想在這裡阻擋時間 所以這架灰色應該是很多 玩開二戰 二戰德軍 朋友仔 很喜歡這架灰色 所以據聞 最近灰色的他根本出了 很快都買到斷線 所以如果見到有 不妨去想想 好 這架卡我講到這麼多 理大 超一樓 可動 這裡原來可以移動 然後移動 又一樓 形態很不錯 組裝的感受應該很舒服 因為每次組裝的大型 都覺得好像自己幫忙 在座駛車 那種結構 那種設計 那種實在感 是非常之好 沒有忘記 有三個人仔 是重點 因為人仔永遠都是 砌積木的重點 好 今集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的 可以去相關的店 去看看 香港有 暫時兩三個店 康田模型有 另外S7有 看看他們有沒有現貨 應該有很多現貨 供大家去欣賞 以及供大家去參考 可以去購買的 好 這一集到這裡了 ToysTV玩具堂 心聲明測 我是Brian Lo 拜拜 各位朋友觀眾 如果喜歡我們ToysTV 或者我自己 Brian Lo的一些影片 Subscribe了我們的Channel ToysTV的Channel 按一下小鈴 另外呢 我們Facebook的ToysTV 我自己也有 所以一個Like 不要亂食 很重要